OK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篇作文 那這篇作文要感謝班的 Angel 她願意提供給大家一個學習機會 那我們事故已遲 現在就開始了 OK 我們首先看到這篇文章 如果同學還記得這篇文章的話 它也是四個一組的圖 那主要是講說在麵攤 有一位先生吃完了麵以後 然後他把裝滿了錢的袋子 就擺在麵攤 忘了拿走 然後在麵攤那邊有一位 應該是老闆吧 就是老闆娘 然後還有一位小朋友 他坐在那邊看書還是寫文客 然後他們發現被留置在那邊的包包 然後裡面裝滿了錢 然後最後一個圖就是問號 OK 那這個其實是這個 之前學測的題目 也就是一個看圖作文 然後再加上讓你同學有一些 可以發揮你的這個創意的文章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這篇文章會有哪一些 應該要再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好 首先我們看到 A horrible night A horrible night 同學這邊很細心的定了一個標題 但是這個 horrible night 這個標題 英文的標題的話 當然我們知道應該要怎樣 應該要 基本上應該是要大寫的 OK 好 標題的第一個字跟最後一個字 應該都是要大寫 那中間的話呢 基本上你大概只有遇到什麼 遇到冠詞 比如說 uh in the 或者是說遇到比較短的介系詞 比如說 in 那些 那些的話可以不太大寫 OK 你的這個介系詞如果多於 大於等於五個字母的話 比如說 about 比如說 between 其實你也是都要大寫 所以基本上呢 像這個形容詞跟名詞 其實就是要大寫 OK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 the sky is getting darker and becoming silent OK the sky 好 那我們如果看這個通篇呢 同學所用的這個 同學你所用的這個實態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過去式 好 那所以要注意到你 講故事的時候實態的一致 你如果喜歡通通用現在式也無所謂 但是呢看起來好像用過去式 比較居大多處 所以要記得也不要跳來跳出 所以 the sky was getting darker and becoming silent 好 到底是什麼東西 becoming silent 好 這邊呢要講究一下 應該不是 the sky is becoming silent 好像不太合適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最好還是把另外一個部分把它補上去 看你要指的視訊 比如說周圍的氣氛啊 或者是街道啊 或者是整個城市啊 什麼之類的 OK 好 接下來 joyful was the evening 那這邊同學很好的是會 善用一下這個 倒裝具啊 來呢讓你的容具有些不同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到 as I was enjoying the dinner 或者是 enjoying dinner 其實就可以了 或是 enjoying my dinner at a noodle stand OK 好 Rejoice 好 那同學會想到 要用 rejoice 這個字很好 好 但是要注意一下 拼字 那這邊的話其實你把它唸的 其實呢就容易寫對 rejoice 有沒有 應該有 I 好 那這邊有一個問題啊 你的這個同組的同學幫你改 ED 那這 ED 其實還是不行 因為呢 Rejoice 是感到歡喜 那感到開心 感到歡喜 那這邊的話呢 你用 I 做主詞嘛 對不對 那我應該是自己主動的感到歡喜 所以應該是什麼 加一D 嗎 加一D 嗎 最後應該是 Rejoicing at the tasty food Before long a man came and sat beside me He then started devour OK 那這邊的話 應該是說你這個文章的一個敘述上 我想你可能不想要把文章寫太長 但是必須要的這個敘述還是要有嘛 對不對 好 你說他坐在你旁邊 然後就開始吃了嗎 中間都會沒有任何發生黑的事嗎 好像怪怪的 好 那所以你可以 比如說你把前面這句話把它變得 就是說你認為沒那麼重要的是要交代的事情 你可以寫一下 A man came sat beside me and 比如說 ordered OK Bifudos 這樣子 好比說 OK 好 這邊的話呢 其實可以把這個應該要交代的情節的發展 然後動作再交代清楚一點 那事實上 在這個A man這邊 其實你就已經可以自己想辦法加一點形容詞 讓人家在第一印象就先注意到說 那個人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好 加個形容詞 在那邊也是一個不錯的ID 這當然看你自己決定囉 好 那這邊的話呢 看你是要加個 比如說點菜啦 什麼動作 He then started OK 好 started 後面再用 devoured 這邊可能有點寫得太快了 沒有想太多 He then started 看你是要 devouring 或者是 to devour 都可以 但是不要就這樣加一滴 好 devour 這個字的話呢 是一個集物動詞 所以你後面應該要加什麼 後面應該要加壽詞 比如說他吃的東西才是什麼 敘述一下 ravenously 這個字用的還蠻好的 as if he hadn't 好 he hadn't 好他吃 這邊同學那個主動被動感覺有點困亂 好這個人的話他應該是自己吃東西 會被吃 被吃還流動了 好所以這個病應該怎麼樣 好應該要把它去掉 He hadn't eaten any food 或者是其實有時候我們就說 anything 因為你吃當然都是吃食物 有人不懂會吃什麼對不對 所以呢可以直接說 anything就可以了 and the whole past week I was truly 好 truly這個字請注意到一下 拼字囉拼錯了 I was truly annoyed by his noisy slurping voice 好 slurping的問題 但是在這邊的話像這種聲音 因為他並不是唱歌或者是講話的聲音 所以你就不要用voice voice的話感覺他好像在一邊在講話一邊 或者是一邊在唱歌一邊做出這個sverb的動作 感覺好像怪怪的吧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話應該是sound but had no idea but had no idea 你跟他很迷惑如何 所以這邊呢應該是加一個how比較好吧 how to deal with it finally you finished his meal and the 這邊又回到我們剛才講的 ok 然後所謂的同學我幫你改了 或許是 I couldn't conceal my happiness and watched him walking away 那walking away可以 或者是其實呢 大概走掉不是一個太久的一個時間 所以你可以用walk的位 表示你是這樣目送著他離開 整個過程你都看到這樣 walk 可以表示呢 hold 從頭到尾你就看到了 Cheerfully 這個 cheerfully 請同學要注意到那個位子 這個 cheerfully的話看是不是換個位子吧 是不是 ok 好 因為呢你放在這邊的話呢 會出現一個所謂的 我們說所謂的叫做 Candiguous 就是不清楚於意不清 到底是誰 cheerfully 在做事情呢 到底是我看著他 然後我心裡很高興 還是他走掉他看起來很開心的樣子 這邊都有可能耶 對不對 好 那如果你是要形容你自己的話呢 那就放在這裡 是不是 ok 如果呢你是要形容你自己的話呢 你就放在這裡 如果你是要形容他的話呢 那你可以放在這裡啊 對不對 所以呢 到底是一還是二呢 考慮一下 ok all of a sudden something popped 沒錯啦 我同學幫你改的對 popped into my sight ok 突然出現在什麼地方啊 那pop up是沒錯 但是pop up的話呢 你這個up其實當然也還可以啦 好 但是呢這個into一定要 因為是在到你的視線裡頭 所以popped into my sight ok 那加一個to呢 表示一個動態 a full fill no 這邊我們不需要說ful fill 只要說ful就好 ok 你只要說a full suitcase ok the vendor and I i 那這邊的話呢 同學的設定就是這個vendor 跟你的關係 對不對 所以呢你也是顧客 the vendor and I were so curious that we couldn't help but open the suitcase ok 這邊的話呢 請同學要注意到就是啊 其實這個地方你是有點多元的 the vendor and I were so curious so curious that we couldn't help but 你不覺得這邊其實是有點多餘的嗎 你不用說so curious that 然後又couldn't help but 這兩個的話你大概選一個就可以了 比如說你可以說 the vendor and I were so curious and 或者是the vendor and I couldn't help but open the suitcase 或者是你說out of curiosity the vendor and I open the suitcase the suitcase 對不對 這樣子的話呢 就不會顯得你這個 那個用的有點多餘啊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剛才講說 你就可以兩個選一個 到底是so curious that 還是呢 can't help but 這兩個選一個這樣子 ok anyway 就不需要重複 ok 也許 中文這樣講還可以啊 但是呢其實也是有點多餘把我想 ok 好接下來我們說 but open the suitcase to check what indeed was inside ok 好這邊又出現了 實態上的問題要注意唷 ok what ok indeed 那這邊的話其實用 indeed 因為其實你還不知道 什麼東西 所以 indeed 到底要 indeed 什麼東西其實也是怪不怪的 所以其實可以用什麼 我想不覺得你可能寫了 in fact what was in fact inside ok 好這邊的話呢 應該是in fact what was in fact what was in fact it was a whole bag of money not until this moment had 這個呢 要把它畫清楚 不要那個 這可能是因為同學方的感受 看起來有點錯亂 ok not until this moment had I seen 或者是 did I see such the numerous amount of money 好這邊的話呢 not until this moment had I seen ok 或者是 did I see such a 好 numerous 這個字並不是用來修飾 amount 因為呢 amount的話呢 通常我們只會說大 或者是小 ok 好 那 numerous的話呢 跟數字有關 因為我們說是數量蠻多的嘛 對不對 好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用 huge 你可以用 big 你可以用 large 但是就是不要用 new verse anout of money 好 那這邊的話呢 也是一樣 這個又有點多餘 ok since I was born 因為你前面已經有說 not until this moment 一直到這一刻為止 我才有看過那麼多的錢 對不對 那後面你就不用再講這個了 ok 感覺上呢 就是有一點話舌天阻 那要不然的話你就直接說 I have to say I've never seen such a big amount of money all my life 是不是 好這樣 ok 或者是你說 I've never seen such a big amount such a huge amount of money all my life ok 好 就可以了 ok 好 那表本又用 not until 又用since I was born 這個實在是有點 太多餘的一點 ok 可以把它稍微修一下 ok 好 那我們這個先看到這裡 I